香港界的Elsa 掌声欢迎我们的超强能力者张伯志 想必大家对张柏芝并不陌生 自从出道以后就一直被外界成为玉女 凭借迷人的外表更是吸引了一众粉丝 当时与谢霆锋的恋情更是羡煞一众网友 被称为金童玉女的一对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因为一些外界因素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而谢霆锋转身与王妃牵起小手 张柏芝直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 张柏芝的婚姻经历了许多的曲折 最终以与谢霆锋的离婚告终 在面对媒体的镜头 她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离婚的看法 我可以放弃一切 只要孩子 他们必须由我来照料 因为他们是我的全部 这句话充满了母爱的力量 也让我们看到了张柏芝作为母亲的决心和勇气 离婚后的张柏芝 独自承担起了照顾三个孩子的责任 她不仅要努力工作赚钱养家 还要在繁忙的工作中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孩子们 在很久之前 张柏芝曾经现身于菜市场 当时就有人拍到她的肚子胀起来了 身材也不像之前一样的纤细 所以有人怀疑女神又怀孕了 对于当时怀孕的风波 张柏芝回应说是吃得太多 胖了 而且认为被别人说怀孕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张柏芝对生孩子不是很抗拒 现在好多人一个都不愿意生 而张柏芝已经生了三个了 夸张一点张柏芝已经超越现在99%的人了 不过要生第四个孩子也像张柏芝能干出来的事 生下第三个儿子以后 张柏芝还说自己还是想要一个女儿 所以如果真的有了四胎 也很正常 可能在扮演女朋友和妻子的角色 她没有做到完美 可是在当妈妈的时候 她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二十多岁的她可以一手抱一个孩子 宁愿把自己所有的LV包包换成购物袋 只为能够装下更多的母婴用品 为了孩子她可以倾尽自己的所有 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也在为孩子精心挑选学校 在娱乐圈的很多女演员都执着于事业发展 她是不可多得的一股清流 无论什么时候都愿意放弃自己已在顶峰的事业 回家当一个称职妈妈 现在舆论风波中的她 也会被各种声音影响 为了能够让孩子快乐地成长 她必须自己坚强 她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那句话 把全部的爱都给予孩子 张柏芝的运动戏 很多运动项目甚至都属于她的比赛 比如滑冰 张柏芝的滑冰水平非常好 技术不比职业选手差 不过早期她也有过不少尴尬 滑冰自然避免摔倒 而张柏芝还在学习花样滑冰 记得有一次 她被邀请登台演出 在舞台上的她身穿白色西装 像白天鹅一样在舞台上飞翔 怎料在舞台中间时却发生了意外 因为滑得太快的原因导致张柏芝不慎摔倒了 要知道张柏芝当时穿的裙子很短 所以导致摔倒的张柏芝不慎露出底裤走光了 网友们看后都直呼这姿势太尴尬了 好在张柏芝的反应很迅速 只见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对着观众们大方微笑 脸上没有一丝的惊慌 在此不得不感叹一句真不愧是见过大场面